跨年元旦不少民眾是選擇劍走參加升旗典禮 不過也有人是選擇搭船到海上賞金迎新年 花蓮縣多家的賞金船在元旦是載客迎接新年首航 一大早6點出海迎曙光 雖然天氣浪況不好 不過還是可以從雲層縫隙當中看到天使光 還有飛旋海豚相伴 讓首航遊客大呼很幸運 花蓮今年元旦推出入海空迎曙光活動 不少遊客選擇搭船出海賞金迎接新年 其中多羅蠻賞金船 一日首航清晨6點就載著約70名遊客到海上迎接日出 大約上午7點半東邊出現金黃色的天使曙光 從雲層縫隙中投下 天亮後也有多隻飛旋海豚縣中伴遊 讓遊客又驚又喜 從桃園來 真的啊 你們過去曾經有出海藝術官的經驗嗎 第一次耶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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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心情覺得怎麼樣 會不會很緊張 還比較興奮 還興奮 很興奮 弟弟很高興嗎 高興啊 你會流暢了 當初會不會怕 不會啊 你好棒喔 妹妹呢 姐姐 會不會怕怕 開心嗎 開心 這一年只有一度吧 就是一年的開始 然後天亮的時間就在海上 除了看日出第一道樹光 可以看海豚 看太平洋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推廣的活動 多羅蠻賞金公司總經理呂世民表示 前年去年的海上銀樹光 都因為海上惡劣而無法成型 今年遊客真的非常幸運 樹光航班由海洋文學作家 廖宏基親自帶領 介紹海上視角的花蓮地貌 也從氣象生態等多種角度 深入顯出解說太平洋海洋文化 期盼讓遠道而來的遊客 2022不需此行 接著掌幫眼華聯師報導